富二代流星又又又又上热搜了 起因是有一位最近宠闻家有儿女的网友细心的发现 第一集小鱼想吃野菜 姥姥竟然花了二百多打车去北京郊区挖野菜 家有儿女第一部的拍摄时间是04年 妈妈刘梅是北京某医院的护士长 爸爸夏东海是编剧导演兼作家 第一季住的房子是四室两亭两位的二百平米的豪宅 这一家人生活的其他方面 更是无时不刻流露着土豪的气息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